各位环球的常有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花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元代的青花柚里红贴素雕花 梅瓶它的变尾 首先呢去看它的胎柚 它的这个柚呢 白中泛黄的非常的厉害 而且这个就不是元青花的时候的柚 元青花的柚脱胎于这个宋代的和这个元代的 胡田瑶的这个影青柚 就是青白柚和这个卵白柚 所以它这个柚就不对 另外呢青花的发色 我们可以放在另外一边去说 通常是用这种大的这种器物 都是用的是苏玛黎青的料 苏玛黎青的料 它不会是烧成是这样子的颜色 这种是国产料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点 大家注意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这个粒粉 粒粉的工艺呢 在景德镇在元代的时期用的比较多 大家可以去看 无论是这种青花柚里红还是就是苏甫柚的 还是这个有这个所谓的彩词方面的啊 都有这个在上海博物院有一支这个盘 就是粒粉的啊 非常典型的 还有这个就这一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还有在英国的这个大英国物馆都有啊 这个粒粉大家仔细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你既然是粒粉的工艺 你就要是按照元代那样去粒粉 而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去做 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鉴定的要点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